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2日签署总统令确立了支付外币政府债务的临时程序 根据总统令用卢布偿佛欧洲债券将被俄罗斯视为履行偿债义务 由此支付的卢布金额应相当于以外币计算的债务价值并按支付日期的汇率计算 据俄罗斯报报道 俄罗斯财政部当地时间5月25日发布声明中 正如之前预期的那样美国没有延长俄罗斯外债清偿豁免权 俄罗斯政府无法继续以美元偿还国际债务将以卢布偿还 美国财政部24日宣布针对俄罗斯政府通过美国银行偿债豁免将不会延期 该豁免将在25日到期 报道称俄罗斯财政部强调美国的决定侵犯了外国投资者 对俄罗斯债务工具的权利破坏了对西方金融基础设施的信心 声明指出俄罗斯财政部所为负责任的借款人重申愿意继续偿还所有债务 鉴于实际情况 俄方无法继续以美元偿还国家外债将以俄罗斯联邦货币偿还